茶 是一门功夫 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 可以调制出千变万化的香 白茶 绿茶 黄茶 乌龙茶 红茶 黑茶 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 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 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 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 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片树叶落入水中 改变了水的味道 从此有了茶 茶 茶 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每年三月 云南井脉山芒井村的苏国文都要和家人一起赶制春茶 茶青来自井脉山的古茶园 这是制作云南普洱茶的上号原料 苏国文 井脉山布朗族最后一位投人苏利亚的儿子 他和族人家 他和族人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尽管井脉山的茶大多被制作成普洱茶饼 但布朗人自己还是习惯喝存放一年以上的散茶 那么在喝这个新茶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茶文化要把它制成烤茶 烤茶的器物都是就地取材 土法烧造 抖动使茶叶和火炭充分接触 以去除茶叶中的杂质和寒气 并由此调出浓郁的花香 再过去我们的老人啊到地里面去劳动 如果忘记了中午饭他不会回来的 如果忘记掉那个小茶罐不去了要回家了 不喝茶那个疲劳解不掉 茶在布朗族的生活当中啊真易不可分的 来自森林的古树茶 山野之气强烈 喝下去苦涩 但回甘迅猛 很快 唇舌间便都是满满的甜香 苏国文和他的族人 世代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原始森林中 冰川纪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流 它的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中的天堂 最早的茶树就生长在这片原始森林中 人类与野生茶树间的亲和故事 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 渐渐被演绎为神话 凝聚成这片森林中众多民族的共同记忆 四月中旬 井脉山的春茶已经尾声 布朗族村寨将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茶祖节 每年要进行一次茶祖节 每年要进行一次茶祖节 如果是小祭 它的高潮在十六号 如果是大祭 它的高潮在十七号 大家都要上到商顶上 祭牛 用牛来祭祖先 1988年 苏国文的父亲临终前祝福他三件事 一要在布朗山建一座学校 二要编写完布朗族史 三要为布朗族查身建一座寺庙 如今 苏国文都完成了 只有明确地知道自己是怎么生下来的 是怎么长大的 要怎么回报 对自己养油的前退 这样做人 才会有意义的 七十六岁的苏国文 坚信本民族祖先的灵魂 依然生活在这片密林深处 我们布朗族每开皮一块新的茶园 种的第一棵树叫做茶红树 树桩把它摘起来 它就代表那个混 混在手为它的茶园 四年一次的茶祖节大计 整个井脉山的布朗人 都汇集到帕埃勒寺 用山泉水泡茶洗浴神像 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 布朗人的茶祖叫帕埃勒 传说一千八百多年前 使他在面对族人大规模 遭受瘟疫的危难时刻 发现了茶叶可以治病 从而拯救了自己的族人 我们就要在山顶上来突换茶葷 我们认为每一块茶地都有茶葷 那天我们要把所有的茶葷 叫回来光度这个节日 因为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台湖 我们任何一带不拦住都不能忘记的 希望他们能够回来保佑我们所有的村民 保佑所有的现在的古茶 原产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茶树 一路向东南延伸 在自然与鲜明的调养下 逐渐研化为易于采摘和管理的小叶种灌木 正是这些低矮灌木上生长的鲜嫩芽叶 意大利人加伯利拉波尼诺 有一个中国名字唐云 来到一位客观的一边去 我是意大利人 当然我喜欢喝咖啡 可是来到中国以后 当然我也开始喝茶 龙井是他最喜爱的一道中国茶 与普通外国游客不同 北京茶馆里的龙井茶 远远不能令他满足 2013年4月 唐云赶到杭州 这个茶几他将在一户茶龙家度过 每年春天的茶几 中国各地茶龙家里 经常会有爱茶人前来接宿 他们希望品尝到最新鲜的好茶 更希望体验一盏好茶背后的干苦 他们住在茶农家里 与茶农一起劳作生活 在江南他们被茶农称为茶青 唐云就是龙井茶农陈伯的茶青 老的意思 不要带进去 采着是第一关 采着好了 它超级茶叶很好 质量也很好 龙井茶叶采的是两一心 不过大小都是一样 基本上都很硬的 手指有点温色 哎 有黑的 一干熟 采茶也是挺累的 但早晨有点去茶园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然后回家吃饭 然后马上就回去到很暖 很辛苦为主 很座 龙井是茶名 是地名 是村名 也是泉名 中国古人认为 这口井与海相通 其中有龙 所以叫龙井 龙井村的茶农 大多熟知龙井茶的各种掌骨 不忙的时候 他们都喜欢和慕名而来的爱茶人聊天 这个地方是天随我们的 龙井一种种草与一种活动 秦龙来了 到这里来喝茶 路过了我们这个龙井村 他认为这个地方的茶 他也不讲好 一不讲茶 逝隔了三年以后 带了他的侍卫 到这里 他洗下了龙井秦龙玉兰寺 在这里留下了他的一段历史 现在大多数的制茶工艺采用机器生产 但在15年前 龙井茶的制作完全手工 这个地面的这个骨 骨群是怎么回事 没有点 开始的话是烧彩虎 我们刚刚参加老中的时候 16岁 其实不会炒茶叶 就是烧骨 龙井属于不发酵的绿茶 绿茶是中国人喝的最多的一种茶 人们喜爱绿茶 清糖绿叶的品相 更看重它的健康功能 尤其是绿茶抗癌的作用 尤其是绿茶抗癌的作用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 龙井茶的色泽 龙井茶的色泽 绿黄两色浑然天成 恰似中国水墨化的墨迹 浓淡香衣 龙井茶的味道香玉若兰 而茶弄的说法更平实 游间残豆瓣香 这是一种品味极高的人间味觉 中国人他们从早到晚都喝茶 就是还是比较平静吧 然后他们还是总是平衡 所以我觉得通过茶来调节 自己的情绪吧 转造一种经济一种气氛 我觉得我真的欣赏 中国人喝茶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四川发现了一份汉朝契约里 就写明去市场买茶 为主人煮茶 清洗茶具等同窟分内的职责 四川的茶款都很拥挤 伙计们为了不打扰客人 不能凑得太近 于是有人突发奇想 发明了茶醉同窟 如今这种手艺被演化成一套炫目的技艺 名为龙行十八世 我叫曾艺兴 师父 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我学习长嘴同窟有三年多了 其实一开始会去学习茶艺和长嘴同窟 是受我爸妈的影响 我爸妈都特别的喜欢喝茶 成都是个大茶馆 茶馆里有个小成都 我第一次看龙行十八世的时候 是我17岁的时候 如果是女孩耍这个长嘴同窟的话一定很帅 你还练东西是吧 这个练好久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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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师父告诉曾艺兴 要想学好龙行十八世 先要懂得茶 距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雅安 有一座蒙顶山 相传 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 一个叫吴里珍的人 在这里种下了七株茶树 后人在吴里珍当年种下茶树的地方 建了一座茶园 取名黄茶园 杨子江心水 蒙山顶上茶 成为好水七好茶的象征 曾艺兴要找的人 就生活在蒙顶山上 前几个年轻人太枯燥了 整个天天都在这儿 这位老人叫程仙秦 按辈分 曾艺兴要喊他师爷 十几年前 在前人基础上 他设计了属于自己流派的龙行十八世 并传给了儿子承波 其实 成千秦更擅长的是做茶 曾艺兴的到访 正是成千秦一年最忙的时候 每年这个季节 他都要做一种近乎失传的茶品 之所以汇的人少 主要是由于他工艺繁琐 悬料精细 我们这些菜的茶 是哪里套黄雅的 产品就在一间五厘米的 这些菜的时候要够搬 不能去抢 这样珍贵的原料 往往用来制作上等的绿茶 然而 成仙秦却要把这大好的原料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气力 制作成看上去不那么漂亮的黄茶 茶叶要在高温的铁锅内 用手翻炒四五分钟脱水沙青 从明朝的时候 自从开始煮草精茶的时候 就这个手法了 第一道沙青主要是要 撕来到圆液去掉青草味 然后让它万化出方香味 我们的荒芽的发酵 它主要是靠门荒 让它的那个发酵程度 不超出被人之死 被煮一锅起来 让我们超自把它包来 只是靠气力 在包的时候它不会把它门还 如果你用其它的啥的布 它可能就是对它有影响咯 古代穿下 我们都不需要它的软度是啥的 它的味道啊 它的色彩啊 就是好得多 黄茶是一种分寸感极强的茶 既保持了绿茶的鲜香 又多了一份柔和的特质 做茶的火候必须恰到好处 即使最有经验的老师傅 也难保每次都成功 这边要三十五个小时 把这火转换 成仙秦并不是这座山中土生土长的人 但这座山它再熟悉不过了 在这里它度过了五十个春秋 你看这个庙子 它是建于三贵时代 你现在都是一千多年了 原来是破败不堪 1963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从成都一百多个人就到这儿来 就在这儿开荒种茶 那个时候 没得你还得连你们父亲都还没得 在这个庙子头就住了十年的时间 这儿后来最多住了两三百人的 这儿周围的茶园都是我们当时开出来的嘛 原来庙子边边都是种的茶 然后当时的火转自己就一边念经 一边煮茶 蒙顶山的茶园 历史上大多属于寺院 僧人们相信 种茶做茶喝茶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茶叶发酵三十六个小时后再烘焙 如此制作出来的黄茶 黄叶黄汤 同绿茶相比 轻微发酵的黄茶 口感更加温厚平和 对肠胃清寒的人尤其是义 黄茶制作烤酒 稍不留神就功亏一篑 如今黄茶在中国的四川湖南 安徽等地都有生产 这是一道韩戏内敛的茶 我们泡一杯茶 茶都附在面上 然后逐渐沉入杯地 这个时候我们领悟到人就是这样的 开头你不成熟的时候 都是负在面上的 然后随着你的经历多 然后你的知识的增加 社会阅力增加 就沉下去了 同一片茶叶 经过中国人林小的双手 演绎出了无数种口味 形成六大茶类 不发酵的绿茶 最大程度的保持了茶叶的鲜度 轻微发酵的黄茶 比绿茶更多了一份柔和 不炒不柔的白茶 最多的保留了自然的原味 半发酵的乌龙茶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香气 发酵时间最长的黑茶 曾经是游牧民族的生命之引 以其他五大茶类相比 全发酵的红茶兼收并须 是当今世界消费量最多的茶 每年的春天 武夷山的童木村 都会飘荡着松木烟熏的味道 在绝大多数炙茶师傅看来 这种味道对于茶几乎是灾难性的 然而对于童木观的茶人们来说 这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 这就是世界红茶鼻祖 郑山小种茶的独门秘方 郑山小种红茶工艺的传人江元勋 每天早晨都要将昨晚制作的郑山小种取样品瓶 以确定它们的等级 判断的标准是桂圆香和烟熏香的醇厚程度 三百多年前 世界第一款红茶诞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 当时的故事江家代代相传 明代末年清代初年的时候 从江西从童木关那边来一支部队 一个山里人没见过失眠茶叶 就不管了 等到第二天一看茶清没办法计时处 已经发生变化了 就是发笑了 很急那就马上烧火 这个茶放在锅里去炒 炒完就揉 揉了就背 背下来外形颜色的黑黑的 泡起来汤是红红的 就不像原来的绿茶 心里想这家伙坏了 他总是茶总是心血 送到新春 丁春当时呢 还有很多女郎的商人 交给他们托里看看都怎么卖 两三年来年就找到我们家 有去年那个茶 我买一个原来的茶 就搬了一杯 那这样子的话出去了 而且比绿茶好卖 这个茶胃口 它没有失忆 今天 世界80%的茶叶市场属于红茶 红茶传到西方时候 英文称为black tea 在中国的茶叶分类中 还有一类后发酵茶 叫做黑茶 在藏族文献中 黑茶被称为甘露之海 青藏高原 高寒缺氧 蔬菜水果溃乏 藏民需要分解油腻 补充维生素 而这都离不开茶 不仅西藏 对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游牧民族来说 黑茶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四川 云南 湖南 湖北 广西等地 古老的黑茶工艺已存在上千年 每年春天四川雅安的茶农 在采完第一波嫩芽之后半个月 就开始收集黑茶的原料 别的茶类弃之不顾的粗枝大叶 却是黑茶的主要原料 徒手采摘困难 所以采茶人要带上一把特制的刀子 被称为刀子茶 黑茶有着各种制茶工艺中耗时最长的流程 要想制成的茅茶结实饱满 就需要对粗老的枝叶反复揉绵成型 但在现代揉绵机出现之前 这是最消耗体力的一项工作 如今只有雅安长沙村的老师傅 还能用最传统的方式揉绵茶叶 蒸一下可以使这些原料变软一些 再装进麻袋防止被质压扎到 传统的柔脸记忆需要一块木板来帮忙 这道工艺至少要重复三次 被称为溜茶 溜茶如今只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下来 今天中国的黑茶生产现代生产线 早已全面取代了传统工艺 木堆发酵是黑茶的独特工艺 湿漉漉的茶叶堆紧压时 微生物的活动促使茶叶发生转化 堆心温度达到70多摄氏度时 要进行翻堆使温度均匀反复多次 一周以后的茶叶颜色变为黑褐色 卧堆发酵激发出了黑茶独特的保健功能 今天不仅是游牧民族受都市病困扰的现代人 也开始喝起黑茶 黑茶最后一道工序是被紧压成砖形或饼形 然后走上漫长的茶路 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 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制茶工艺 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如今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 正不断被应用到中国的茶叶生产和深加工领域 然而古老的手工技艺在今天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融合着土地与手掌温度的手工茶 是中国人守护心灵的一种方式 随着茶叶迁徙的进程 山野之气渐被驯服 对香气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在茶香之路走得最远的非乌龙茶墨树 五一盐茶属于半发酵的乌龙茶 今天最顶级的五一盐茶被称为大红袍 这个名字来自于天心永乐禅寺后山峭壁上的六棵古茶树 每年茶季开始 采茶宫天不亮进山 徒步两个多小时到达茶园 在五一盐茶来说最精品的茶那叫三坑两件 是落坑落剑的茶 它的茶品质都特别好 热造时间短 叶片也比较厚 泡出来的滩水它也比较醇厚 这种茶它就好像以事隔绝啊 在这种商里它就像长修的大师一样 在这种劲当中去尝语感受 这种茶它就有这种感觉 辛苦才在一天 太阳落山前 每人挑着一天所获 大约二三百斤的茶青 徒步两个多小时送到茶厂 天心村的黄胜辉师傅 每年还坚持按古法做一点手工大红袍 在我们讲的五一山 为什么讲做茶天死地利能和 三者合一的时候茶才能做到极致 它就跟它生长的地利房间一样 你要有最好的制作师 然后你还要有最好的制作的方形 在咬清的时候都很讲究 而且呢在这个水分撕淡的时候 它那个茶边缘呢 开始立得很相变 这个茶开始有标准的发酵的过程就出来了 沙青你看了两百多度的温度的锅 只要稍微不留意 那手是肯定被烫气泡的 在楼碾 用尺状的楼碾塞便也就像我们打太极一样 你的手要很巧 左右的摇摆 让这个茶的清洁 它要会卷起来 用的都是内力 这个清品茶它就是要微火慢炖 我们要用炭火去烘焙它二十小时 传统大红袍做得最极致的可以烘焙九次 这样做出来的茶清滑有光泽 如同泥鳅鱼一般 顾名泥鳅火 我们讲这个五一山的茶 它在品茶的时候一定要品出声音啊 它对茶的是一种赞美 你看这样的 它叫挫茶 挫茶的过程呢 它是让你整个口腔里面 每个部位都要去接触茶的碳水 然后这泡茶所有的好坏 那在你的舌面上全都体现出来 每年做的手工大红袍 黄胜辉都要送给寺里的师傅尝一尝 早年啊 我们住在大商里叫水莲洞 理由我们这个天心有了尝试 非常近 巧合的机遇 让我在这寺庙里待了六年 感恩和我们茶的所有的重品 因为他们成就了我 这是我人生对茶另外一层的一种体会 的一种感觉 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定下标准 就是一生要以茶结缘 修行的人 往往也是爱茶的人 泰姆山 位于东海之滨 是古时候道佛仙家隐居修行的地方 每隔几天 长庆和尚就会离开太姆山顶的白云寺 下到半山去回一棵老茶树 一般的古树 它到山上都会有地域 那一些小虫呢 这小生物它就会躲在地域底下 太姆山的这株白茶古树 被视为福顶大白茶的母树 小叶种茶树 一般寿命不长 超过百年一树罕见 这棵古树树林达到三百年 本身就是个奇迹 都在底域底下 以地域为潮了 它就会把这个老茶树做掉 如果说一棵树上面 斩满了地域的话 茶树外面的皮下组织 就全部被它破坏了 17岁时 刚刚出家的长径 第一次跟随师傅下山 为古茶树清除第一和虫害 白茶是一种古老的制茶工艺 用晒干或阴干的方式 对茶叶进行简单加工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 茶叶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 当地人常常把白茶 当作消炎杀菌的药品 福建福鼎百柳村 每年三月中旬开始 梅伯就进入了一年中最盲目的一个月 早上也不能太早 早上雾很多很大 对茶青色则有一样 晚上要早一点收起来 中午晒的时候太阳力太强 一晒等下会浮了 做起来这个很简单 可做起来就很难 又眼光其色 我们眼睛看它的颜色怎么样 会黑啊 会黑啊 照模漆缸 它的干度怎么样 在这个白云上 我们要细心地去观察它 等火阴前路飘完了 没有烟了 我们才把那个盐盐放进去 温度啊 不要太高 那就一靠在沙子下就会红了 顶级的白茶 以七年前的壮硕多毫的茶芽精致 入水根根挺立 白毫闪亮 名为白毫银针 因为清明前后正是炙茶高峰 白柳村的祭祖活动 推迟到四月下旬 梅是大姓 这一天附近村落的梅氏后人 都会来到白柳村的梅家祠堂祭祖 一碗白茶茶汤 是祖宗陵前最重要的祭品 今天在市场大受欢迎的白茶 是一百多年前 从附近的泰姆山上移植而来的 白云寺年久是修 2012年的春天开始修缮 寺院生活清苦 当年只有长静一人跟着师父在此修行 师父教给长静做茶的功夫 每年都会做一些白茶 存放在罐子里 凡是有山林或乡客身体不适 师父都会拿出一些老白茶送给人家喝 师父去世后 长静延续了寺院做白茶的传统 晒青的过程中你要非常细心 一般我们这个柴叶碰过去的以后 你就不要用手再去动它 如果是天气好的话 像那个西湖那天 那可能就晒的比较多 这在天舞三日晴的泰姆山顶 并非一世 我们这边清明都很冷 晒白茶很不容易 在泰姆山上穿一点白茶是真品的 喝茶的时候要用这个心 做茶的时候也用这个心 茶味跟人生的味道一样 跟茶的味道也一样 因为茶也有声音 它跟人一样 你对它一了解你做的茶就一好 你对它一了解你做的茶就一好 我师父以前囤拜它就是为了治病嘛 就像炖煮一样 放在锅里炖 下一顶盐巴 寺院的修缮将持续一年 外来的工人很难适应山顶的阴冷潮湿 尝尽每天要为工人们烧上一壶老白茶 炖煮的那个汤我们看起来黑街色的 人家喝一下就早饭就没有了 哪点也没有 最好的气心 慢慢的慢慢的 你发现这个万法回归内心 生活还是回归平淡最快乐 喝茶也是这样 以前是最初种种的茶 茶香啊茶汤啊茶的饮食怎么样 慢慢的 现在只要预备清淡的茶就可以了 今天 茶叶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 与咖啡可可 并成世界三大五酒精饮料 这一切都源自几千年前 中国人的祖先 与茶在森林中的 冒刺相遇 仅仅拥有野生茶树 还不能被称之为 茶的故乡 从自然中选择它 被茶清河 与茶香携 将一片苦涩的树叶 调理出千变万化的甜与香 一碗茶汤 几千年的韵味 中国人所念所想 依然是茶的本源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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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先 他在林中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这样一条遗性 我要给你们留下荣满 怕招自然灾害死光 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 你们也会吃完用完的 就给你们留下这片苦茶盐和这些茶树吧 让子孙后代喜之不敬 拥之不绝 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他 一代传给一代 劫不能让的意思 从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 中国人的生活因茶而交融在一起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 第二集 路的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